嗨,大家好,我是老挝店长 现在在老挝 很多朋友呢,建议我多拍一些 贴定老挝人生活的作品 所以呢,今天店长带大家去看一看 老挝下面一个小镇上的集市 俗话说啊,听人劝啊,吃饱饭啊 所以我还是听大家的意见啊 多拍一拍老挝人的生活 这里呢,是老挝首都下面的一个小镇 大概离市区呢,有将近20多公里的路吧 所以呢,这个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也还是算老挝的首都了 看起来和其他的老挝集市没什么大的差别 都是卖水果呀,衣服这些的,吃的 因为最近是雨季,所以这个里面感觉比较脏啊 这是卖什么烤肉的 小孩子摇篮 大部分都是卖这个服装和写帽的啊 吃的是卖一小部分 我在拍视频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问我要不要买东西 要不要买东西 因为现在是疫情了 所以不是很敢进去跟他们交流 哎,这里有一个 这是什么呀 一万老挝币,就是大概六块钱人民币吧 看看卖的是啥 我下次烤肉 尝一下吧 这个烤肉看起来蛮新鲜的 正好今天还没有吃饭啊,买一个尝一尝 因为这个看起来还是比较卫生的啊 跟国内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因为刚才里面呢,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是有很多卖吃的的 但是我进去逛了一圈 它里面的那个卫生环境啊 确实不再敢吃 所以呢,看到这边有一个卖 类似于肉夹馍的 尝一下 给大家看一看他们这个是怎么做的啊 贵倒是不贵啊 一万老挝币就是六块钱 里面加的是这个烤肉 然后呢,一些蔬菜加在里面 只不过它这个里面不是烤馍 应该是面包片之类的 加一些肉,加一些蔬菜 给大家看一看他们这个肉夹馍 包装还是看起来很卫生的 因为在老挝这边呢 有很多卖什么吃的 他们那个包装都是人家用过的报纸 或者是一些草稿纸 我记得我上次去年买那个油条的时候 他给我装东西的时候 那个纸是人家打过草稿的写满了字 我当时吃的时候没有注意 回来一发现里面是人家用过的那个 那个纸上之后 感觉整个人的味都反过来了 这个味道还是挺好吃的 更像是我们国内那个早餐店 人家很多卖那个 三明治的味道 因为两边是面包片 中间是一些蔬菜和沙拉 我们再加一些烤肉 在老挝呢是有很多这种做牙齿美容的店铺的 老挝人特别是女生 十个应该有八个都是有戴牙套的 我发现他们特别喜欢做这个牙齿的矫正 走到这个前面呢差不多到头了 像这些五金店应该都是我们老乡开的 就这么个小镇上应该有四家这种五金店 这一家算是比较大的了 有人让我拍一拍老挝的理发店 看一下大部分都是这种的 他们理发挺便宜的 我们中国人在老挝开的理发店呢 现在理发的价格就是洗减吹 是八万老挝币 大概的人民币也就五十块钱 但是老挝人他自己开的 刚才这种小的理发店呢 理发的价格一般都在一万五到两万老挝币 也就是差不多十几块钱嘛 人民币 很多朋友在网上看到老挝这边的一些视频呢 觉得老挝非常的穷 但是实际上我感觉他们的小镇 大家看到的应该也还好吧 应该没有咱们想象的跟非洲一样那么穷吧 只不过我感觉就是他们的房子建的稍微差一点 现在的这边生意什么基本上也都恢复正常了 因为老挝的疫情它大部分都是输入性的病例 本地的新增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市场呢就是一个正常情况下的一个运转 平时也挺热闹的我感觉 好了今天视频先给大家拍到这边吧 喜欢电厂视频的朋友呢 帮电厂长按点赞键三秒钟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